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剧探先生频道,我依旧是师妹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女主人卧病在床 丈夫却和小三合谋将她谋害的故事,邪 因阿花家世世代代都在朝廷做官和经商,攒下不少钱财 父母为了后继友人,便决定招郎入室 很快,铁牛成为他们家的上门女婿 但阿花的父母却因经商失败,先后去世 不久后,阿花家家到中落,乃何当时男女不得离婚 铁牛还是得继续和阿花在一起 阿花体弱多病,终日要不离口 只能躺在床上,让府上剩下的唯一一个佣人照顾 铁牛当初选择入坠,主要就是为了享福 现在无福可享,她便没有将自己卧病在床的妻子放在眼里 成天只知道吃喝嫖度 脾气暴躁的她,只要一回家准备好事 只要有一点不顺着她的心意,佣人便会被她打骂 久而久之,佣人实在受不了她,便寝死离开府上 这唯一的佣人离开之后,铁牛非但没有照顾自己的妻子 反倒让阿花带病照顾她,时不时还得被她打骂 这一天,光头商贩像往常一样来到府上给阿花推销新品 阿花一向大方,因此她对阿花十分客气 刚好这两天,她要去阿花的老家一趟 便顺带给她烧了一封信回家 月莲是阿花家以前老佣人的女儿 母亲去世前曾经交代她 一定要好好感谢阿花家之前对她的照顾 于是,她主动来到府上照顾阿花 什么时候阿花身体好了,她就什么时候离开 铁牛并没有因为家里来了新人而收敛 她照常使唤阿花伺候她 打骂那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月莲甭想阻止,奈何男女力气差距太大 她并没有帮上什么忙 在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夜里 阿花和月莲再一次遭到铁牛毒打 彻底爆发的月莲决定让铁牛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她穿着铁牛捞水缸中手镯的时候 将她压入水缸中,活活将她憋死在里面 阿花连一只鸡都没杀过 现在竟然将自己的丈夫杀害 这可把她吓坏了 为了不让别人发现 月莲只好强忍着自己心中的恐惧 将阿花安抚好,将铁牛的尸体丢弃在河里 之前铁牛就有过喝醉酒丢下河的经历 只不过被人救上来了罢了 因此,就算这次她被发现死在河中 众人也不会多想 阿花一直放不下这件事情 每晚都会做噩梦 梦见被自己杀害的丈夫 她的脸色一天比一天差 这黑眼圈,要是去动物园扣死球猫 那绝对没有人发现她是假的 她很不放心河里的尸体 每天都会悄悄去看一眼 就怕别人发现自己做的坏事 几天后,住在河边边的大野 总是闻见一股臭味 便向村里的负责人投诉 他们将河里的水抽干 里面只有一些活鱼 以及一具死猪的尸体 并未发现铁牛 这下阿花更是不放心 一具尸体贫困消失 这事情,莫名开始往灵影方面发展 她每天晚上都能梦见死去的丈夫来找她寻仇 日渐加重的病情及心理压力 她活生生被吓死了 然而在她去世后 本应不在人世的铁牛竟然出现在葬礼上 原来之前的一切都是骗局 她没有死 被压入水缸后 她有一根用来呼吸的管子 而月莲也不是什么老用人的女儿 而是她的小情人 为了摆脱阿花 她们这才想出假死假装鬼的方法 如今身边没有阿花了 月莲也不必继续壮作用人 大大方方和铁牛两人 用阿花剩下的财产 在府上过夫妻生活 阿花走后没几天 府上越来越奇怪 她们时不时便会听见 从阿花房间里传出的声音 于是 她们前来工人 将阿花房间内的家具 全部搬走烧掉 其中一位工人 在搬家具时遇见了阿花 当场下的尿裤子 这俩 看来是没少喝水 除她意外 另一位工人 同样也遇见了阿花 她们哪敢继续待在 这诡异的府上 从那天之后 府上的气氛越来越诡异 什么怪事都有 一会儿鸟死了 一会儿鸡死了 而她们也老看见 端着药罐子的阿花 进出房间 磕到一桩 查看棺材吧 里面尸体还在 并没有被人搬走 几天后 她们再次来到一桩 里面的尸体 竟然消失不见 看来 阿花很有可能没有死 铁牛为了彻底让她消失 准备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刀 专门用来对付她 玉莲成天一身一鬼 只好找来一和尚 给府上做法 可谁知 这和尚 根本就是没用的 酒肉和尚 一看见阿花 立马转身离开 毫不犹豫 铁牛回到房间后 发现阿花的尸体 就在自己床上 她用刀将尸体 砍得稀烂 就在她以为 消除了隐患之后 阿花再次出现 将她推下楼去 铁牛死后 下一个便是玉莲 她找来一更厉害的神婆 给府上做法 一通看不懂的操作之后 神婆告诉玉莲 阿花已经被她赶跑 不会出现 她在浑身赤裸的玉莲身上 写满经文 只要她能平安熬过这一夜 她便安全了 神婆走后 阿花根本就没有 像她说的一样不再出现 尽管玉莲嘴里 一直念叨着经文 但阿花还是将她 没有写上经文的耳朵 给扯下 故事到这 再次发生转折 其实阿花 确实已经被铁牛 装鬼吓死了 他们后面看到的 根本不是阿花 而是她的孪生妹妹淑芬 之前拿到光头商贩 带过去的信后 淑芬便从家乡出发 来看望自己的姐姐 然而她姐姐没见到 倒是目睹了姐夫 吓死姐姐的全过程 于是 她决定要帮姐姐报仇 这才有了后面的事情 她觉得自己有两件 对不起阿花的事情 一是自己来晚了 二是让姐姐的尸体 二次受到伤害 被铁牛彻底毁坏 但如今已经帮她报仇 也算是让她在九泉之下 可以安心了 玉莲被扯下耳朵后 彻底成了一疯子 而这宅子 也从此变成 没人敢靠近的凶宅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做死就不会死 这个道理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呢 要不是铁牛和玉莲 两人起了怠念 也不会发生后续的事情 更不会因此丧命 只能说是活该吧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